一个女孩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美貌感到罪恶呢 丑女就应该被人嘲讽吗 更何况在文学的立乡 从头到尾都透露着一股优雅端庄 她是文学部部长 有着洁癖的她对于同学之间开放的关于成年人的话题感到厌恶 她认为人从出生就不只是为了交配 但对于青春时期的少年少女来说 面对自身生理发育和心理成熟后 对于成年人的敏感世界就会产生难以阻止的好奇和困惑 而文学部的其他几个成员为了研究这种困惑该如何解决 于是几人便激烈地对这个敏感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除了立乡之外 他还是觉得这些探讨简直是污染空气 但身边的人却不怎么认为 反倒是觉得立乡打惊小怪 于是立乡便成为了被霸凌的对象 有人嘲讽她是没人爱的女人 有人表示她是丑八怪 而在这难听的言语中却有一人认为立乡一点都不丑 反而还有点可爱 无比委屈的情绪被这屠如其他的包奖暖心 转头望去竟是全帆唯一的正常人 天河 可一人的呼声是微弱的 身边人对立乡的排挤并没有停下 可即便如此 立乡还是不愿屈服在银兽的勤劳下 而就在她对着空气发现情绪时 天河却驾驳出现在她的身边 摘下眼睛的立乡瞬间吸引了天河的注意 是心动的感觉 天河忍不住夸在立乡果然可爱 这一夸在 让立乡彻底害羞 转头离开 不敢再看天河一眼 神仙颜值却刻意否认 同学们不敢相信改变形象后的立乡 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大家不再像之前那样对她恶语相向 但却调侃她是喜欢天河 才做出改变 这句话让立乡顿时脸红着急 少女的小心思仿佛被人看穿 她连忙解释 天河这样轻薄的男生 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喜欢 听到这话的天河 脸上浮现了失落的神色 可想要去自嘲 从小只有狗和谈犯老板会喜欢自己 一句玩笑眼干了内心 不改变外表会被人说 改变外表也会被人说 立乡的心里特别委屈 而在最需要有人关怀的时候 还是天河出现在她的身后 她收集了幸福的笑容 而是有些腼腆地表示 自己真的差点就喜欢上了立乡 突如其他的告白 让立乡错愕 所以又表示 如果天河真的喜欢自己 就交出五十页报告 在何时何地 喜欢她什么 怎么喜欢上的 等等 她笃定天河一定是 被她的外表变化所迷惑 天河被在操作 搞得措手不及 但能就乖乖照做 当立乡翻开报告后发现 里面的内容 折青一次地写着 立乡好可爱 会像这以前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商量话语 都被这一句好可爱的语 缓缓冲刷掉 伴随着最后一页的委屈 请和我交往 立乡整个人彻底傻了 她在之后给这份报告做了批改 错字 漏字 以及其他各种小问题 要求天河等一个人的时候 好好反省 凯美等立乡离开 天河便开始翻阅这份报告 看到这情况 立乡着急想要抢走报告 结果却让报告在天上到处飞舞 在捡报告的时候 天河却凑巧地拿到了最后一页的报告 这间唯一的批注 贺兰写着 请多多关照 一个傲娇却勇敢表达的女孩 一个笨拙却真正是爱的男孩 终于走在了一起 不过还是有些担心 因为恋爱而被指指点点的立乡 决定暂时不公开 而关于这个文学部的少女故事 还远远没有结束 有两个少女正在为爱而感到迷茫 她们到底该何去何从 长相平庸的喝沙 有一个清明竹马的邻家弟弟阿全 恶人关系十分友好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们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 而让这份情感开始升华的契机 是在某天妈妈让何沙给阿全送汤时 却意外撞见的阿全在房间偷干学习资料 阿全强装静定地想要让何沙保守秘密 可缓过时来的何沙却头也不回地 连忙跑了出去 对于成人事件 何沙同样也会感到困惑 同时也会产生一些难以阻止的好奇 经历了这件事后 何沙认为阿全固然变得陌生了 因为如今的阿全是可以收割一种少女芳心的男神 一直以来何沙都不敢在公共场合与她说话 生怕被其他人看到就会遭到女生背后非议 她感觉两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深 可事实上 在亲眼目睹有女生向阿全告白时 她的内心会感到一阵紧张 生怕阿全会答应女生的告白 即便阿全最终没有同意 可何沙却不买阿全没有拒绝的更彻底一点 还表示阿全的脑子是不是只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婆式 生气的何沙离开后 最后收到一条让她更伤心的通告 她所属的文学部因为没有社团顾问 所以马上就要面临肺部的结局 何沙一直都是喜欢读书的女孩 从小时候看的奇幻童话 到如今那充满色彩的金色文学 文学部的解散让她特别伤感 可好友心态却抑郁踩穿了她 那何沙流泪的事情或许不是文学部的解散 而是因为阿全 可何沙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 现在用假设询问何沙 如果必须选一个男人 否则地球就会毁灭的话 要选谁 而何沙的答案自然就是阿全 一直到自己对阿全的感情后 何沙哭得更厉害了 而阿全这边则一直在苦恼上次的事情 在路上却正好遇到了新菜 于是恶人在电车上也猴了起来 可是萤幕却假如被何沙给看到了 她瞬间误会了阿全和新菜 甚至认为自己比不上新菜 压根就没有胜算 可如果是新菜做阿全女友的话 何沙表示自己可能稍微能接受一点 此时阿全和新菜在电车上看看恶坛 一个大叔的出现却让新菜有些慌张 她竟然拉着阿全来到大叔面前 表示阿全是自己的男友 这个神奇的操作让阿全有些愣住 后来新菜将自己的过去全都告诉给阿全 在11岁的时候新菜去剧团试镜 本来不感兴趣的他 却意外被导演大叔选做女主 大叔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新菜身上 甚至在排练晃荡 来到新菜身边骚扰他 阿全觉得这个大叔是一个变态 新菜也是这么能为的 有时候大叔会带新菜去吃饭 也会给他看新作的话题 妈妈更是高兴新菜能成为大叔的重点关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叔从来没有对新菜下过手 即使道路会被男人用下流眼神看待的年纪 也是如此 正难免让新菜对自身魅力产生怀疑 复杂的情绪 让新菜曾主动找过大叔 可却被拒绝 大叔对少女时的新菜说过 如果新菜不再是少女的话 她的魅力就传不到她那里 她喜欢的是少女的纯真 可却不会去破坏 不管新菜讲得多么文艺 在阿全眼里 那位文质彬彬的大叔都摆脱不了变态的头衔 而说到感情 阿全也提到了何沙 当她重新在口中得知何沙喜欢自己时 她有些错愕 只能思想到她从来没想过何沙会喜欢自己 原来两人都是在感情上胆怯的人 新菜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她开始不断刺激何沙 即使说出阿全的兴趣爱好 所有更是透露自己之前 单独和阿全在咖啡厅聊天 目的是为了那两人有所动摇 并且还夹杂着一丢丢的思心 万贸美业时髦的新菜 从小就被人指责乱勾引男生 可新菜却一直就对身边男人不感兴趣 新菜就连自己的好友何沙都来怀疑自己 但这只是个人感受 新菜还是想要为二人加油 所以才要让何沙更加无愧 果然独新菜所想的一般 何沙彻底误解 还在嫌妒自我怀疑中 而不断与新菜做对比 从身材外貌到性格等等 穿衣显瘦 妥衣有漏 但何沙简直羡慕到不行 导致最后看着看着 都看到了忘了时间 而在温泉中混得过去 这也让新菜有了与何沙独处的机会 新菜的何沙能救无法释怀 若若表示 如果新菜喜欢阿权 或许他可以 没等何沙说完 新菜终于解释 自己跟阿权只是去喝茶而已 他也开始担心 自己继续这样下去会玩脱 但何沙却一直停不进去 不断地进行假想 新菜终于无法忍受 他的胆怯的性格 于是大胆地反问 如果自己真的喜欢阿权 他可以怎样 气氛同时变得有些严肃 好在部长立香 在这时候叫停他们 他们几人是最要好的伙伴 没有什么争论 是一场枕头大战 不能解决的 少女的青春活跃 能能感到美好 新菜与何沙的问题 也在这场大战暂时终止 何书结束后 何沙不断思考 自己对阿权的感情 最终也想通一切 都是因为自己胆怯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阿权 也在想着何沙 自从在新菜那边得知 何沙喜欢自己后 阿权也不断地陷入 过往的回忆中 他一直都将何沙 当成大姐姐看待 但既然只好想到何沙 内心就变得很不平静 截至两年突然 同时打开了窗户 突然何沙感到 前所未有的勇气 大机房找出 刚迈的电车模型 其实阿权喜欢电车 只限于复古 并不是所有电车都喜欢 这是只有他知道的秘密 而当时 自己就是被新菜说的话 给动摇内心 所以何沙将这个模型 冷向了阿权 心中暗暗发誓 只要阿权能接到 他的感情 一定可以传达给阿权 可当阿权 执任着接到后 他却又一次泄气 不过在隔天 何沙毛遂自荐 要担任文化季 演出的女主角 性格内向的他 做出这个举动 是为了在这次活动中 真正的向阿权告白 部长立香 还举办了代表爱的 篝火晚会 跟在自己心爱之人 被篝火映射的影子后面 然后用脚 踩在其心脏的位置 来传达爱意 来证明这份强烈的爱 就在何沙一直准备着 这次告白行动时 现在却陷入了苦恼中 他发现 自己好像真的 喜欢上了阿权 现在不知道自己何时 开始喜欢阿权 他找到了变态导演大叔 每次遇到问题 现在都会来找他 寻求建议 他尝试与大叔亲吻 却发现 根本没有激动的感觉 过来 他真的喜欢上了阿权 而大叔认为 人类并不是谁的所有物 即便能是你的朋友 都要更加自由去爱 更加自由地交往 不要变成无趣的少女 现在似乎懂了什么 而他发现 果然与阿权接触的时候 自己的内心会加速跳动 这或许 就是心动的感觉吧 专业文化季就开始了 现在与何沙 共同出演戏剧表演 没想到导演大叔 进来现场观摩 他有预感 心灾回着这次演出 做出大胆的举动 在演出结尾的时候 何沙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达出一步 准备向阿权告白 可心灾 就抢先一步 来到阿权身边 以演出的方式 与他进行互动 将手打在了他的心脏上 看到面部未红的心灾 和错恶的何沙 文艺部成员一夜 立刻反应过来 要出事了 与之联盟上前打圆场 让演出落幕 而那所有人 没有想到的是 阿权竟拉着心灾的手 跑出了屋外 他知道心灾 和导演大叔的那些秘密 所以天真的认为 刚刚那般互动 是为了刺激大叔 让他吃醋 他提醒心灾 不要再管他 跟何沙的事情 多考虑考虑 自己的感情 直男的阿权 误以为大叔这次跑来 是因为喜欢心灾 而心灾也喜欢着他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阿权倒不会拒绝 虽然和自己预想的结局不一样 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阿权 才是心灾所喜欢的 他总是那么的体贴 而何沙也在身后笃定 看来心灾 是真的喜欢上了阿权 因为一直以来 都很高傲的心灾 第一次露出 那小女人的姿态 何沙虽然伤心 可是却也能理解 与其看着其他人 和阿权交往 他希望这人可以是心灾 想到自己之前 犹豫不决的时候 是心灾一直鼓励自己 明明他也喜欢阿权 只需要多大的忍耐力 可到头来 自己却一次又一次的胆怯 退缩 这一定也伤害了心灾 不过现在不管心灾 对阿权的情感到底是怎样 何沙也终于决定 要大胆地把自己情感 传递给阿权 就在今晚的 狗活晚会 用了恋爱的传说 来表达自己纯真的爱 可最先告白的人 不是何沙 而是本来和天鹅 以前是情侣的理想 在这次文化季上 他的朋友很自然地 公开了恋情 他的朋友脸上 洋溢的笑容 丽想明白一直以来 选择不敢公开恋情 害怕别人 指指点点的想法 是错误的 这不仅仅会伤害到 爱自己的天鹅 同时也会让两人的距离 越拉越远 只要看到他与异性交流时 就会忍不住害怕 他会离开 丽想大胆在所有人面前表示 至今为止 他都把情欲和男女交往 划等号来严厉谴责 觉得如果发生 任何男女交往的话 就等于告诉大家 自己成年在情欲中一样 从现在开始 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他不想再欺骗自己的情感 他最喜欢天鹅了 没有任何人 能拒绝得了这样的告白 更何况本来就是互相爱恋的两人 原来所谓的勾火晚会的恋爱传说 是真的存在 就在大伙纷纷行动起来时 阿群却找到了独自一人的河沙 他打到了河沙的开口 表示对河沙的情感 就像是姐姐 像是妹妹 也像挚友 可他想起来了 一直保护他的河沙 还是女孩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了河沙 有他来保护的想法 这份情感绝不会错 他踩在了河沙影子上的心脏处 说出了河沙一直以来 最期待的那一句 我喜欢你 双向奔赴永远是最美好的爱情 现在在这一夜失恋了 可他却冷静没有打算放弃 他决定要圆满自己的爱情 一直趁着河沙有事 找到了阿权独处的机会 电车人群拥挤 他有意无意地往前贴着阿权 没能找到机会躲避的阿权 在电车开门的瞬间迅速下车 只是简单的肢体碰撞 就让阿权如此抗拒 现在觉得阿权与河沙 都是第一次恋爱 都是第一次的话 肯定不会顺利 他可以跟阿权模拟练习 听到这话的阿权愣了一下 但他已经有了河沙 他不允许自己与其他女人亲近 又一次陷入迷茫的心态 找到变态大叔 打算当身为少女的自己终结 可对大叔没有任何好感的他 实在无法忍受那情欲之事 最终挥拳 仓皇离开 他要告别过去的自己 于是找到了河沙 主动坦白地自己对阿权的感情 他还是想要把这份感情告诉阿权 听到这句话的河沙愣住了 这与他以前说的话 是多么的相似 河沙并没有生气 而是很感谢心态之前的鼓励 都是心态的出现 才让他有勇气 却想起阿权也喜欢自己 他很感谢心态 告诉自己要向阿权告白的事 但这些话却到心态误会了 他以为河沙真的接受了自己告白的机会 在时候 河沙不断地责怪自己 多怪之前的心态 实在太可爱了 当自己没有忍住 再说了胡话 哪要赞同情敌 去向自己男人告白的蠢货 奇得不行的河沙 急忙找到了阿权 想要献出自己来从阿权之边获得安全感 可阿权没有成人之危 他表示自己很珍惜河沙 今天河沙状态明显不对 恋爱是循序渐进 而不是一蹴而成 不是吗 两人的误会也因此解开 可很快 他们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消防领导宣布 从近日起 将会全面禁止男女交往 两人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分开 在消费中明令禁止的 动机不存的倚性交往 那些被告告有不正当行为的人 将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而立香和天鹅 则被人举报 在某天夜晚去了情侣旅馆 学校给出的处罚是退缺 即便有人提他们辩解 证实的这个举报消息是假的 但为了提出男女交际禁令 而以尽效忧 所以立香和天鹅的处罚 是无法解除的 即使那天夜晚 立香和天鹅确实住现在情侣旅馆 但他们只是为了跟踪一夜和杀岸老师 为什么会去那里 一夜一直都是渴望成为作家的少女 但却不断被编辑嘲笑 无法写出真实的故事 为了让人生经历变得丰富 她开始在网上匿名和陌生网友交流 甚至在后来决定 让自己快速成长 而打算和陌生网友 先下见面约会 但她往往没想到 这次约会的对象 牵制自己的语文老师 杀岸 她知道尴尬的杀岸 顿时转身就走 但为11万 一夜用几件事做妖邪 让杀岸担任他们文学部的顾问老师 这也是文学部 为何迟迟没有被减三的原因 而杀岸老师也表示 自己绝不会对学生出手 因为这很肮脏 她把少女笔做了青色的果实 又尖又硬 之所以会在网上和一夜畅聊 纯粹只是误以为 屏幕前呢 会是一个中年男性的子嗨 见面也只不过是好奇 这有你网友的真面目罢了 而这些话 对一夜来说有如暴击 身为文学部副部长 文字一直以来 都是她骄傲的存在 可是杀岸的话 仿佛在说跟自己聊天 只觉得老套 无法接受的一夜 直接坐在杀岸身上 可下一秒 就慌慌张张地跑开 她不知道为何 一夜能就残着杀岸 要了解成年人的世界 可后来编辑告诉一夜 现在市场 已经不是言情小说的主场 让一夜开始构思 青春题材的内容 本来一夜就并不想 写言情小说 但在残着杀岸 来吩咐自己人生的时候 她那青涩的心 早已引喜悦而动摇 自己与杀岸的关系 不正是青春时期的 懵懂无知吗 但随着时间推移 一夜发现只有自己 深险漩涡之中 她再后来发现 似乎杀岸和一位女老师 关系亲密 她的内心突然感觉到 一股不适 为了消灭这种感觉 一夜认为 自己必须展现出侵略性 为这和山岸 做了一个交易 只要去一次经历旅馆 从此就不会再缠着山岸 可他们去旅馆的途中 却被立香和天鹅发现 而造就了后面的 一系列误会 其实一夜和山岸 到了房间后 并没有发生什么 在那充满迷离的灯光 和布满桃色氛围的布置 山岸之始至终 都没有产生任何非分之下 可这也让一夜更加崩溃 一度怀疑自身的魅力 在她认知中 她与山岸关系亲密的女老师 都是生物学上的女性 而就是这份纯真 让山岸绝不会去破坏 她明白少女的感情 并不是真正的爱 从这一天之后 一夜确实没有再缠着山岸 而给立香他们做解释的人 也是山岸 为了抗议这个校规 和不正当的处分 四名少女 假装绑架了山岸 来威胁主任 但没想到这些大人 根本不当回事 只能为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主妇被绑架好好处理 竟全都回家睡觉了 为了这次抗议 来的真实点 四名少女就决定住在教室 立香和天和 以及阿全最后 也全都赶来 但在这个夜晚 却发生了很多事情 今在高手和沙 等我自己就会向阿全告白 好闺蜜竟要跟自己男友告白 而和沙也早就已经 答应过这件事 但白子却实现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因为全部少女 其实都经历了 属于自己的青涩情感 而白子的情感 简直一言难尽 一起出去吃饭 共消费了2600元 和白子点了1200元的套餐 最后男人让白子付了1000元 还说自己很不习惯女孩付钱 让女孩付钱的人 他真的不能认同 今天就当他请客了 但如果只是这一件事 还不算什么 在都是白子夫妻 已经不在的时候 经不顾白子感受 说很开心 能告诉他这件事 因为这是白子的弱点 说明白子很信任他 他绝不因为这种事 来判断别人 后来他自作主张地 把白子当成女友去炫耀 在朋友面前出手后 竟然嚣张地表示 如果白子道歉 自己就能原谅他 各种恶心的操作 让白子彻底是具了对男男的兴趣 他在后来感觉自己喜欢上了心菜 因为一直关心自己的人 明明就在身边 在这一夜 所有人见证了这混乱的情感诞生 和啥和阿全是情侣 心菜喜欢阿全 而白子却喜欢心菜 就在中了因为感情争论不休时 被绑到山岸就站出来 开导他们 青春时期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懵懂无知 好在在山岸的主持下 所有人都和好录出 但男生们却被五名少女 给赶出了文学部 接下来是他们探讨青春 成长以及爱恋的时间 他们明白青春是多彩的 可以是干净透彻的蓝色 也能是懵懂无知的白色 还有烦恼忧求的灰色 以及悸动的粉色等等 属于每个人的青春画卷 是由自己完成 并且青春从来就和情欲 不是等号 他们肆意地泼洒颜料 少女的活跃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山岸则看着少女们 制作成内没有被污染 也没有被弄脏的人有色彩 可隔天领导们看到这一幅景象 全都傻眼了 但山岸和林老师眼里 这一场骚动还不错嘛 平民骚动时节的少女们啊 全面充满色气 却一点都不低俗 你爱青春物语所洋溢的色气 是念般的纯净和美好 可倒是是在欲望中发现爱 还是由爱产生欲望 这就仿佛是鸡生蛋 还是蛋生鸡一样的问题 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 虽然看翻很经常 三观跟着五观走 现在作为该翻的研制担当 可他后来的一系列操作 确实有够绿茶 虽说这部剧被很多网友 认为还不够完美 但如今敢于解答女性 那些敏感问题的作品 几乎不常见 刚妈算是其中一个 另外剧情充满活跃 并不会让人看得感觉压抑 青春的细细 从开篇持续到了结尾 简直美到极致 看就完了 绝对不亏 那么这一遍 我们来看吧